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周有哪些重要的财经大事 影响你的投资策略 我们先很快带大家来看 当然就是AI的大复活 看到了 挥达看到了台积电领军 下周台积电还有法说会 大家好好来观察一下 另外要带您来看鸿海 鸿海即将在墨西哥 要开始建一座 全世界最大的AI伺服器的工厂 他说要抢进主权AI 鸿海200块已经看到了 接下来下一站在哪里 继续我们要带您来看到半导体 如果你觉得台积电一张好难买 我买ETF行不行 半导体的ETF最近也是夯得不得了 再来就是下周进入到了第四季 有没有所谓的作战行情 待会我们要带大家来好好选股一下 请大家持续的 今天节目要好好收看 首先我们就带您来看到 挥达台积电现在是满血复活吗 这些老AI又重新的开始 好像一只一只的都复活了 那到底有哪些好消息 首先就来带您看到 之前说有一点delay的Blackwell 好 现在第四季真的要量产出货了 所以呢 是不是股价也开始要重新复活呢 AI到底怎么看呢 先看挥达 先看台积电 先来问士东哥 对 没错 下礼拜当然非常重要就是 台积电的法说会在17号进行 那另外一个时间点来说的话 就是因为它即将要这个 这个法说会里面会揭露非常多的讯息 因为事实上它在9号公布的营收 这个2518亿 9月营收是相当好 所以带动整个第三季营收是创新高 那第三季的营收是7596亿 那季增是12.8% 那年增也是三成多 所以接下来大家看说 第四季的展望到底怎么样 那会不会进一步调高全年的展望 现在看起来的话有可能全年的营收展望 有可能会从原本的二字头的尾声 搞不好有可能到三字头 所以这个对台积电来说的话 营收当然是持续往上走 那当然法说会里面来说的话 可能这个法人会聚焦就是 那你怎么看现在半导体的这个景气循环 因为说真的啦 这个成熟制程的确是有一些杀价的压力 那你这个比较先进制程是怎么样呢 那毛利率的问题是怎么样呢 那因为提到说你明年有可能会涨价 那目前会只回答都同意了嘛 所以看起来是你涨价到底会涨多少 你愿意揭露一个情形 那另外就是美国厂 因为美国厂最近有好消息嘛 还有日本厂 那相关的这个订单的情形是怎么样 另外当然就是2奈米的这个状况嘛 因为2奈米目前为止传说 这个良率是相当好 那台积电会不会是这个真的的这个 证实说我的良率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现在还没有证还没有告诉大家 对对因为目前为止都是媒体传出来 他没有真正的讲出来一个状况 那尤其是他到底良率的状况怎么样 那客户的订单的需求是怎么样 这个都是他可能在这一次法说会讲的 不过大致上来说的话 法人其实都还蛮乐观期待 这一次的法说会的 好那我们就讲 不会变法会 现在法人觉得应该没问题 如果他在法说会之前 有涨了一段的时候 其实我们要比他小心一点 可是现在就是好像有涨 对所以可能就是法说会之前 大家预期好嘛 那法说会不会变成法会 应该是不至于变成法会的意思就是大跌嘛 接下来大跌下来嘛 不如预期那变成法会 应该是不会 不会啦 对中长期还是一个 好往上走多的一个情形 那就好 那我们就讲到说美国厂这个部分 美国厂来说的话 除了之前的苹果之外 现在传言是超委会变成第二个大客户 那因为他要准备要把这个MI300系列 要投单这个无奈米 因为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在台湾厂这个部分 他已经很难拿到这个卡位到这个相关的 因为台湾厂几乎是挥达通通拿走了 对 没错 所以他去卡位美国厂 对对对 那尤其是AMD我们看到最几天 他其实有个消息 他在这个前几天发表 可是美国厂比较贵 比较贵没关系 比较贵因为他对他的形象也是比较好 我是made in USA 跟你made in Taiwan 当然不一样 对不对 好了我们就讲 事实上他这个AMD 他也推出一个MI325X的系列 他说要挑战Blackwell 所以他之后也会下单给台积电 所以巢伟不只下单在美国厂 他也下单在台湾这一边 另外一个 因为美国厂目前为止来说话 包括说Intel或是包括三星 其实他们都已经有点缩手 那反而是台积电一直在这个高奏凯歌 所以看起来的话 美国厂这个部分应该可以拿到更多订单 那另外还有一个更劲爆的消息 就是三星的HBM4 他准备把部分的技术外包给台积电 所以看起来的话 这个三星真的是没有拼面的 那另外就是台积电目前为止来说话 法人预估明年的资本支出可以高达380亿元左右 好那这次应该是不会真的证实这件事 如果假设证实这件事来说 当然对他股价都有一个往上扬升的机会 今年是多少 2024年 今年大概是300多亿 300多亿 可能350左右 又更增加 又更增加一个状况 所以我觉得他的资本支出 那当然对于一些资本支出概念股 你看他前几天来说有一点发动 那如果拉回的话 我觉得还是可以留意的一个情形 好 那我们就讲台积电的股价 目前为止来说话 其实在礼拜五那一天 他已经来到约末在1050块左右了 距离历史性高1080 其实已经不原意 所以我才说 应该有机会在法术会之前挑战过 对甚至是有机会 如果法术会又比大家预期的更好 又搞不好会再往上冲 所以看起来的话 应该是这一波有机会创下历史性高 他如果可以过高的话 这个WD很漂亮 对有可能会创下历史性高 所以就有可能再往上去攻击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看目前为止 法人最高是Alysia 他设算到1600 那花旗环球是1500 那海通是1300块左右 好 那我们讲怎么去看台积电呢 因为Blackwell明年第一季会大规模的出货 所以目前为止来说话 他真的是 以今年第四季跟明年第一季 绝对没有太大问题 甚至整个明年都没有太大问题 法人估今年42块 明年大概52块以上 那我们简单来设算 假设你用20倍本益比 50几块的20倍是多少 1000块嘛 所以1000块是一个底部嘛 那如果假设明年的获利 还可以再往上跳升 另外第二个是因为现在美国跟中国在大撒币 大撒币的时候会有一个状况 会让本益比往上拉升 我跟你讲 一个赚52块的 本益比20倍 25倍跟30倍 是截然不同的报价 对不对 对对对对 有可能会来到 不是不可能 我觉得大家就看明年 就是看这个资金行情到底会多大 如果资金行情很热的时候 当然或许有机会再往上冲 那当然重点要看什么 挥打 因为挥打来说 他最近股价大概是在134块 35块左右 对 他从这一波一度跌破100 然后再往上冲 他现在距离历史新高 140.747 其实距离已经非常非常近了 所以他有可能会突破 这个历史的新高 那因为他的这个市值 目前为止是世界第二 那有可能再往上冲 那尤其是大家都认为说 他Blackwell晶片 真的太好了一个状况 说实在来 目前为止 我们从这个供应链那边 得到消息是说 Blackwell在一年之内的产能 都被订光光 哇 就是说你一年之内的 Blackwell 这就是我现在去下定 他说不好意思 对 你下一定要到一年之后了 所以你就知道说 事实上目前为止 所以来说明年没有问题 就是这样 他一年的订单 都已经完全卖光光 是 那从哪里可以佐证呢 现在的HBM呢 也是缺货 也是没有了 所以你看最近的这个 SK海力是非常 为什么最近三星要开始做 因为真的目前为止 产能真的没有了 所以你看事实上 所有才说 从现在到明年上半年的 这个阶段里面 因为传统来说 这个时候就很会涨的股票 很会涨股票嘛 对 再加上说明年台积电的 这个乐观相当 预期相当乐观 这时候应该有机会 有表现的空间 所以股价应该会在 今年年底跟明年年初的时候 我觉得应该会 创下历史新高 而且持续在往上冲 哇 所以现在看起来 从这个辉达 然后从我们的台积电看起来 整个AI好像已经重新复活了 所以我们进一步要带大家来仔细看看 这个AI个股 先要带大家来看黄仁勋 黄仁勋最近呢 大家这样子帮他算 大家都很喜欢拿黄仁勋的财产 来比对什么 比对什么 那最近一个比对是他可以直接把那家这个福布奇阿斗的英特尔全部买下来 你看他的身价超过英特尔 我们要有请陈彦带我们来看 他买英特尔干嘛 不要买英特尔啦 但是大家就这样比较 而且大家还有一个比较很有意思 因为他现在在富比斯的这个财富排行榜当中 他不是排在第一 他排在第十一 但是呢 排第一跟排第二的 现在都是要看他脸色 因为特尔拉的执行长马斯克 跟那个第二名甲骨文创办人的艾利森 都要拜托他 可不可以多卖我一点晶片 其实市场现在在谈这件事情 并不是真的是说 黄仁勋要去买下英特尔 而是有一种味道告诉你说 两个的趋势有很大的转变 英特尔是早期非常重要的是晶片巨拨 甚至当时台积电能够上来 也是透过英特尔的指点 但是现今来看 最新的AI的趋势 像刚才四中哥讲的 已经把整个回答带上来了 他的地位已经不可同日而言 那当然我们往下看就是说 现阶段这个AI的趋势 到底有没有机会 变成实际应用面 因为太多人在讲 盖了这么多资料中心 如果你实际应用没有跟上的话 那最后这些所谓的AI股 都会泡沫化 会崩盘 但是我们从近期的资料的一个整合来看 实际上各个产业已经开始在做 AI的一个应用 经济效益可能高达20兆美元 好多 包含在 我们就讲最近台风好了 台风价怎么放的 以前我们只能听这个气象主播讲 然后大家想办法去 等到当天 对不对 现在不用 前一天AI去帮你路径推延好了 AI很准 非常准 所以你看 现在包括天气预报 包括到现在 这一个红海的一个工厂 也是透过AI去帮它设计的 然后甚至医疗的部分 所以包括OpenAI现阶段 也要拿到第一套DGXB200的平台 意味着未来我们高度仰赖 AI的一个需求是越来越高 好 我们就 所以我们往下看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GB200的供应链 从整个这个COAS 到整个我们讲组装 一路到这个机台 然后到最后出货 其实这当中台湾的供应链 一定是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 那当然这一次外资 也整理了一些股票 当然这里面 我也帮各位做了一个整理 这当中包含 这总共是九档股票 九代长老 九代长老 那这九个当然符合我们对 伺服器未来成长的预期 其中一个我们针对今年跟明年 就它的获利预估 去做了一个本益比的估算 也发现明年的预估本益比 都比今年来的更低 也代表明年的获利是来 一定可以看到大幅度的成长 这当中当然 我们帮各位做了三个族群 我们往下看 那第一个族群 当然就是这个组装代工的部分 那鸿海其实一直稳定的 在推升当中 这里面我们不管外资投信 还是自营商 其实他们 你会发现逢回他们就买 你会发现他们逢回就买 他们都一直在慢慢买对不对 只要有大跌他就大买 虽然偶有调节外资 可是你会发现他不是像 一路调节这种 这是外资 那投信就是一路买 然后自营商其实买买买卖卖 但是你会发现买多于卖 所以他就会把鸿海的股价 一路稳定的往上推 所以简单来讲 现在鸿海就是 GB200的精神领袖 所以鸿海不能崩 鸿海一定要一直稳定的场 他才能再带动其他两边的 过去C位是广达 现在广达要退到旁边了 但是我们看一下 先看一下广达 因为大家非常的熟悉 实际上外资也好 投信也好 其实买盘也开始回来了 因为毕竟AI伺服器 它一直领先市场 所以这个部分又回来 但是因为毕竟如果以本益比的角度来看 它可能还稍微比鸿海高一些 所以市场现在好像在等 等鸿海上来了 大家就会去追广达 好像有这种味道 但是现在看起来可以 那伟创呢 那另外伟创也是整理 因为它在100块附近整理过后 最近我看三大法人 外资投信自营同步回来买 所以组装代工的趋势 应该是对的没有错 那另外一个呢 我们往下看就是说再讲这个另外一个分类就是 这个散热相关的 那实际上 双红我们也放在C位 我们也是放在C位 因为它是 它跟齐红两个 其实这一波都稳定的上攻 但如果 当然这两个我们一起看 实际上投信也都在买 那很多人说 那到底要买齐还是要买双 那我觉得 其实两个其实差不多 我觉得也不用刻意在这边 一定要二选 价钱差100块 那技嘉的部分 因为除了我们讲这个主板以外 它也切入了散热这一块了 那这一块也开始 所以我们也看到 这个投信的部分的买盘 其实也是一直稳定的在加持当中 当然 两百六两百六十五 这边一直在整理 看有没有机会突破 好最后 最后一个环节 它基本上当然你说 窄板也好 机壳或整个 整个整个这个 基地台 或者说整个伺服器的一个系统 其实这三个我们就讲其他 那这当中 其实自邦一直以来表现都不错 只是最近好像稍微有一点压回 但是你看投信的买盘 还是愿意进持有 那另外围影的部分 其实伪创围影 你其实到时候可以一起看 其实这两个其实可以一起看 那他也是最近 外资投信开始进来 对 不过金像电的部分比较妙 我把它列出来 只是因为说 当时我们在看的时候 他整个基本面的状态是不错 可是股价很奇怪 他反而一直在破底 对 所以像这个就没有办法 你连筹码面都没有支持 对 可能还是要避一下 这先避开 那就目前来讲 最后一个结论 就组装代工跟散热 应该会是GB200 现在最看重的趋势 是好 谢谢陈彦 我们看到了这个AI 好像又感觉 你从筹码面 从他的技术线形看起来 好像又有点样子 大家可以好好放心上 那另外呢 我们要有请明翰 带我们来看鸿海了 好好看看鸿海 因为他科技日当中 当然有很多的好消息 然后呢 他还宣布了 说他要在墨西哥 打造全世界最大GB200的 AI伺服器工厂 高盛给的目标价是257 好 那我们看鸿海又站回200之后 下一站真的就是看257吗 是 应该这样讲 我们先回归 刚刚提到科技日的一个内容 是 其实应该说 如果回归科技日 大家看到的 应该大部分都在电动车上面 那其中来讲 他有这个两台新车 一个是这种小型的巴士 那另外是MPV 简单来 七人坐比较长的休旅车 那跟目前来讲 有些许不同 另外也有model A 也比较小台的 那另外呢 之前有宣布的model B 在这次也提到 在今年底之前就会量产 那台湾就买得到了 照理说 整个内容来讲 是大家焦点在车子上 但是我个人觉得 其实汽车 他只是把产线拉大而已 就是说大台小台 你想要的我都有做 大概就是这个概念 我老实讲 我觉得量点不在这里 我觉得还是比较重要 还是在这 当然还是GB200 对 那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是在这个GB200 法人预估 在整个分配的一个格局 目前看起来它有分36跟72两种规格 大概简单概念就是72大致上就是36的两倍 包含价格都是两倍 这个是比较大的 对 这个比较大的 大概就是完全两倍的一个量 因为它是用72的GPU 这是36刚好一半 那如果说 如果单看36来讲 这个量最大的是广达 然后理论上红海只拿到一半 问题刚刚提到 这一台是比这个两台 所以这两个蓝色线就是 就是所谓红海的一个部分 其实加总来讲GB200很明显的 应该说老大哥绝对是 还是红海 对 那理论上广达在后面算是第二的 我觉得这两档个股来讲 应该说在明年来讲 真的会有蛮大动能 大致上要有这种概念 那你看一下红海的这个重点在哪里 是在这个% 等于说占AI这个伺服器 占它的营收比重 去年只有7 其实大致上 之前一直长广达 就是说它的比例很小 对 但它现在开始提升了 它今年来讲达到10 感觉还不动人 可是问题是明年超过倍数增长 明年来到26 你总从7沿路一直到26 等于说四分之一都来自于AI 而且AI成长幅度超过两倍 所以简单来讲 为什么它获利会有大幅走升 那你也可以看到这是EPS走势 它卖AI伺服器 可好谈 对 当然 比它 比它弄那个手机 比它手机跟车子 真的都好很多 好太多 所以我刚刚讲媒体版面 都在讲这个汽车 但实际上真的是GP200 比较重要 获利面可以看到EPS 它这几年就是固定落在10块钱 今年也才增长一成 可股价可以涨快一倍 为什么 大家不是在买明年 大家真的要有这个概念 重点是在买明年有三成的成长 才会导致它股价有一个 这么大的一个涨势 那当然想到这个这里来讲 大家可能就会看到 股价的一个部分 那自然会提到说 其实还有红海 其实还很重要 是在苹果 老实讲就是目前来讲 预估在十月底 应该就会有这个所谓的新的 AI软体即将出炉 那包含这个十八点一跟十八点二 陆陆续续都会开始 然后从撰写的书写的一些辅助功能 到Check GPT合作 到最后才会跟这个 它所谓的Siri做结合 老实讲我觉得真正有用 应该要等到Siri结合 可能要到明年初 但是整体架构来讲 应该都会慢慢好转 那未来十月来讲又有新品 要大家提到法人最看好的还是说 之前这个是5G的一个动能 导致iPhone大量的一个成长 后续等到5G动能结束 就一直平了 就要等AI 未来就是要等AI 所以我觉得 虽然说 这个iPhone出来之后 大家发现好像 Apple股价不涨 大家都很看衰 我只一直跟投资人讲 要看衰没有问题 你等AI软体出来之后 大家觉得不好用 你再来看衰 目前的角度 因为它那个功能还没出来 对 因为目前来讲 硬体确实就不亮眼 跟之前前几代没什么差 但它重点就是软体 对 重点是在软体 马上就要出来 稍微忍耐一下 我觉得未来红海的部分来讲 苹果也是很大的注意用 是 所以它以后会有双引擎 对 那讲到股价的部分 刚刚也提到营收 今年获利成长一层 但股价涨这么多 大家常常讲说红海很贵 其实比较重要是看到这个蓝色线 就是它的本益比 目前本益比你看位积在这里 这过去都在这里 对 贵不贵 如果这样看起来是真的贵 可是我要跟大家讲一个问题 它过去就是EPS 就是稳定接近十块钱 对 现在开始高度成长 你不能拿高度成长 拿那个稳定的下去 是 高度成长在哪里 在零七年之前 它本益比可以充到二十几倍 对 所以理论上不用太大的疑虑 如果说我们抓个十五到二十中的 十八倍下去做平均 今年的EPS十一块 乘起来就有两百多块 看起来跟现在差不多 对吧 可是明年有接近十五 可是明年来到两百七是合理的 所以股价 刚刚高胜说二五七 你还算比它更高 对 应该叫二五 两百七 两百五哪来的 因为现在今年剩三个月 你把这个二零五乘三 然后整如果未来 他们都说它十二个月 所以未来还有九个月 对不对 除了三个月 明年就有九个月 九个月去乘上两百七 加总之后再除以十二 大概就落在两百五 对 所以你们反而都是这样 对 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算法 OK 大致上就是这样 所以理论上我觉得中长线 这个空间其实还是蛮大的 所以即便宏海占上两百块 它还是有投资价值 我觉得有 尤其要提醒大家 它距离今年的高点 其实两百三几 其实还有超过一层的空间 台积电都已经来到历史性高了 对 它是不是相对落后 那相对还有很多的这个宏家军 我们可以看到阳城 金鼎 这两档有个好处 股价的一个部分来讲 目前震荡整理 那它主要的架构 都在设备相关组织 好处就是宏海现在快速过增 它也可以获利 下礼拜台积电法说 如果说资本支出多好 他们又可以再转强 所以短时间来讲 我觉得是双吃的个股 都可以持续留意 好 非常谢谢明翰 带我们看到这宏海的科技日 宏海的股价两百块 接下来下一站蛮高的给大家做参考 好 不过提到了AI 我们继续带大家看到 那AI接下来是不是又有机会 重新启动它的那个成长的动能呢 AI也算是沉积了好一段时间了 接下来AI要看谁呢 问史东哥 对 没错 我觉得AI来说的话 有机党大家可以留意 第一个当然是台达电 因为台达电来说 它其实是AI一个非常重要的 大型股之一 除了刚才明翰讲到 红海 广达这些之外 它有很多零组件 包括水冷的就液冷的这个系统 甚至是包括说像电源处理这个系统 它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component 那它第三季的营收是1122亿 是创了单季的新高 季增8.5% 年增4.1% 那因为它上半年大概赚了6块1毛9 所以它全年大概预估 大概14块以上是跑不掉的 所以你用14块除以它目前为止的350 其实目标价外资看的是比较乐观 有人看到500块以上那尤其是它第三季 我们知道这个GB200要开始这个大量出货 Blackware平台大量出货 那这个它的这个液冷的系统 要开始的在第三季开始出货 那另外当然就是 因为它不断的把这个产品 导向比较高毛利的 因为它其实产品是包山包海 那比较往高毛利去组合之后 它当然我觉得它营运来说 随着这个Blackware平台往上走 它的营运应该也会往上走高 那尤其是它距离今年高点也有一段距离 所以我觉得买起来的话 你看这个底部约莫是在350以下 这个地方是非常明确 如果你在300多的这个价格 再往下买的话 应该是这个底部都非常明确的 然后第二个是2449的金元店 那金元店来说 你看它也是盘整很久之后 拉出红K线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 它上半年大概赚2块8 但是今年全年已经有人估到8块钱 因为为什么因为它9月营收其实都还不错 年增率11.8%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它有两个大客户 一个是挥打了AI的测试 然后加上联发科的它是合作伙伴 那我联发科最近推出这个9400 表现不错嘛 对不对 它股价在最近也非常强 那金元店当然就会跟它联动的一个情形 那尤其是它讲到什么 它今年8月8号的时候 它做了一件事 它原本今年的这个资本支出大概是83亿 就你知道它一口气调到多少 调到130亿 所以等于说它这个我们都讲 你要看它未来获利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就是它的这个资本支出 从80几调到130几 调到50几亿 所以看起来它对它未来业绩也相当看好 那其实它也常常出现在外资点名的AI概念股 很多人点到台积电 然后点到联发科 就会点金元电 就是封装测试 似乎是法人更喜欢它胜过于这个日月光 所以等于它共识很多 对 没错 所以那事实上它目前为止来说 持续在这个因为它股价 这个跟业绩都持续攀升 尤其是外资 外资买的非常多 所以你看它其实主导它力量就是外资 那它现在也说因为产能蛮窄 它有非常多的资本支出 它也说不排除 2025年来说 同国厂要扩产的一个状况 我觉得它现在资本支出的这个量能来说的话 对它业绩未来都是有非常大的这个注意 所以台达电跟金元电 大家是可以多加留意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下一张 现在当你来说的话 因为他们的股价 之前这个台达电跟这个金元电股价都相对比较高 有没有那种同班股左右了 有 男子电 我觉得男子电可以留意 为什么呢 实际上男子电来说的话 我们如果讲到这个GP200系列 男子电的护士电是非常少数在中国 可以生产GP200系列的PCB厂 所以等于说护士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它的这个业绩的来源 那它今年上半年赚一块九毛八 那很多都来自于护士电的这个贡献 另外一个就是它处分护士电 所以这两个变成是它的这个注意 它接下来下半年也会这样做 它也会一边持续处分护士电 然后一方面来说 这个护士电它自己本身的营运 那我刚才讲到 GP200系列护士电是可以接到的 所以GP200系列 接下来会对护士电的业绩 这个注意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不是讲到 中国股市最近不是大涨吗 对 我们今天讲护士电 护士电它其实之前 这个股价大概是三十几块 这个二十三十块人民币 所以护士电在中国挂牌 有挂牌 它去年的时候还跌到十八块 是 就它现在已经四十几块了 尤其它最近一段时间 为什么这个男子电最近涨 事实上它跟中国股市是会联动的 所以它就算中概率 对对 护士电涨 护士电短期涨了三十八% 它股价就往上冲 所以你就可以看着护士电 如果你要说 兼具这个中国股市 又兼具这个AI题材 它就是一个选择 所以就要用这样来做 那因为这个今年 整体的业绩也是不错 所以我觉得目前为止来说 尤其护士电 它持有护士电大概12% 那护士电目前为止 因为它股价上涨之后 它目前的市值是 八百八十亿人民币左右 所以如果你换算股份来说的话 护士电的实股对它 就有四百多亿的市值在手上 那它的股本十八亿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 你可以有这个想象空间 尤其是它可能会跟中国股价联动 这个可以留意 另外就是双红 刚才这个陈彦也提到 这个真的是 这个蹲了很久 大家都一直想说 你一冷这个水冷 这什么时候要出货 好不容易现在终于 底部也盘出来了 对不对 那今年来说话 这个Bregway平台开始出货了 再加上说它有水冷板 水冷板的这个整体的产能 一直在扩充之中 它也是很少数能够出货到水冷板 而且它有非常多专利在手上 所以我觉得它也是值得留意 这个都是股价已经相对回到低档 那目前为止 可能刚在底部没多久的 AI概念股 我觉得这个都值得大家留意 好非常谢谢思东哥 但我们看到 这个是AI要不要复活 你可以看到有很多股票 其他的线型都打底打出来了 那接下来呢 也有很多AI相关的一些好消息 可以给大家做看考了 好我们来看看下周有哪些亮点 现在带您来看到的 这个是Robotaxi 这个Tesla他要推的 这个自驾计程车 非常轰动 但是概念股会不会有机会呢 我们来有请敏翰 带我们来看到 他这个计程车到底厉不厉害 我个人觉得蛮厉害的 应该说 但是应该说实现的时间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他的概念讲的真的不错 那我觉得这个有几个重点要提醒大家 应该说他这个是他的自驾计程车 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部分来讲 他就是这款是比目前他现行 在销售的车子要来的小台 所以这是人家之前说的model 2 或model Q 简单讲就是大家之前在讲说 会有更低价的Tesla的车子 其实他这次来讲就亮相给大家看 应该说他会导致 他的自驾计程车可能稍微晚一点点 但是小型的Tesla应该很快就会出来 这对他来讲是一个利多 另外他就提到 他能够这个所谓自驾计程车 这一次来讲 他是直接没有方向盘 没有踏板都完全没有 他也说那些空间都要给乘客 最简单来讲 他就是要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他的自驾软体不会出任何抓捕 那他就是他就提到第二个重点 就是提到他现在的自驾软体 确实是快速精进 所以好处就是目前 他正在销售的车子的FSD 就是这种自驾软体 未来应该说在这个自驾计程 还没出来之前 你买特斯拉的自驾来讲 应该就有办法完全自驾 他讲的是概念 第三个就是价格来讲 应该会在三万美金以下 那实验格来讲要给大家概念 目前在这个旧金山的这个Winmo 正在运营的这个自驾计程车 一台是三十万美金 一千万台币左右 那他真的把价钱压在 他真的是压得很低 当然要提到这是二六 二零二六年开始大量量产 目前来讲还需要一点点的时间 那在展出之前 那法人就对他这个整体架构来讲 未来到底自驾计程车的营运 其实就有这个模型出来 那可以看到说 这一块来讲 就是他的这个自驾计程车的状况 就预估来讲 可能在二零二七年才会 正式开始营运 而且一开始来讲 可能还是亏钱的 最后这个营业利润是负的 但我个人觉得他比较好信仰 他认为第二年开始 就有机会开始赚钱了 而且开始赚钱之后 速度自然就很快了 那另外来讲 就是这个机器人的部分 那他抓的时间点 应该是在二零二八年出来 一出来来讲马上就获利 因为他就有提到 这个价格局度非常有竞争力 之前他们老板是讲说 希望再两万块 这一次他就说二到三万 他就把这个价格稍微跪一点 可是我个人觉得 如果在一百万台币以内 买个机器人 帮你加制全部做好 每天当你的跑腿 我觉得很划算 不划算吗 就跟买个车差不多的价值 我老实讲 我觉得一百万这个比 为什么你在家是坐太多家事 很辛苦 也不是 我总会觉得 有一个机器人可以帮你 做任何事情 我觉得比电动车 我觉得比电动车更吸引人 可以送给老婆当礼物 对啊 我觉得这一块来讲 我觉得是很好的 可是老婆太闲 这样对老公是好事吗 当然说这个怕会有家庭纠纷 可是我觉得应该这样讲 我觉得电动车 在这两三年前 是一个引领时代的一个潮流 可是我个人觉得 特斯拉这一块来讲 未来应该说 它这个成长动能 我觉得会比汽车可能高过五到十倍 所以现在法人 其实更期待的是机器人 简单 我觉得是五到十倍的 这个所谓的汽车的成长动能 我觉得要提醒大家 好 那继续我们要来看 那到底我们应该怎么看 好 回过头来 还有这个刚刚提到的 都是二七二八 如果你现在就买二七二八 有点弱 这个投资没办法等那么久 所以我们现在一定要先抓 目前可以期待的东西 因为现在年底了 要提醒大家 就是说八月九月 特斯拉的销售 重点是在中国的销售量 确实都明显的回升了 所以之前很惨的状况已经过了 这个就是预估 它的整体的营收 等于说出货量 就是汽车出货量 你可以看到最惨 就是在二四年见到底之后 二五年就会有调升 那这一块来讲 就是降息的一个来源 那包含美国 包含中国同步都降息 这两个刚好是 它最大的市场 那所以如果说 它的这个所谓的 交错量能够成长 其实它的这个 母公司的获利 也是二四年见底 之后二五二六会往上 但是我要先提醒投资人 有一个很大的重点 如果你要买特斯拉来讲 我会觉得对它 目前的电动车销售 看淡一些些 看淡啊 对 理论上严格来讲 这些所谓销售量的业绩变好 只会让它股价稍有反弹 理论上绝对不会是波段行情 波段行情就必须要回过头来 刚刚提到 看它的梦 对 梦就是刚刚提到的 自驾跟机器人 这两个才是最大的远景 所以应该说 这个短线让你稍有甜头 但是我觉得 如果你今天要投资特斯拉来讲 最起码你要用一年的角度 只赚这边没有用 你要赚他刚刚提到的自驾 对 理论上是这个概念 但是回过头来 回到台股的部分就不一样 因为老实讲台股的个股 你要去吃刚刚提到的自驾软体 或机器人 老实讲相对来讲比较远 而且比例相对比较低 但在车用的部分来讲 在台湾就具有一定的利基 你可以看到说特斯拉的整个车子的比例之中 当然中国的比例最高 再来就是台湾 所以相关个股的一个部分来讲 确实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受益 那这些来讲 列出来有个好处 可以大家看到 其实大部分的个股来讲 本益比相对来讲都不高 所以相对而言 如论近期的AI对比来讲 我觉得在车用的部分来讲 确实是相对比较低 只是说可以看到 精确的一个部分来讲 是没有 在亏钱 目前来讲还是亏钱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最近的股价的一个部分来讲 精确的股价就出现 比较明显的一个转强 他亏钱还这样 对没有 原因就是因为他之前很烂 但是这两天为什么转强 因为公布营收大幅的走高 有转强 所以代表说 有可能开始转回为一个 所以如果说 见到股底之后开始好转 而且业绩面不是吹虚的 是已经让你看到数字了 而且股价反映之前的业绩面烂 所以股价位接低 所以目前来讲 自然就有一个转强的机会 那再来是AES的部分来讲 是锂电池的公司 其实架构也差不多 之前状况不好 一直下跌 那目前来讲 业绩面开始好转 然后加上说最近呢 这个能够转强 靠的是投信的买超 所以自然会觉得 这个不是什么阻力 在里面弄的 相对来讲会比较安全 我觉得后续来讲 都可以关注 好 非常谢谢明 看待我们看到 这个是Tesla 接下来梦非常漂亮 但是能不能逐梦踏实 我们就来持续看他 那这些是相关的概念股 给您做参考 那继续呢 我们要赶快有请 这有明哥带我们来看 那这个最近陆股 非常非常夯 所以大家钱都到陆股去了 但是除了陆股之外呢 到底还有没有其他的 我们可以参考的 好 第一个 这个礼拜有两个氛围 第一个氛围的话 就是陆股涨多 从礼拜一见高了之后的回档 那第二个的话 就是台积电法说之前的卡位 所以大家会发现说 这个礼拜的下半周开始 就慢慢的弥漫在所有AI 或者是半导体 这样的一个热潮 反而上个礼拜 陆股比较强的那样的一个氛围 已经消失 但事实上的话 我想到下个礼拜的时候 大家可能要留意一下 我们的看法稍微比较不同 第一个陆股到底涨完了没 我都认为是还没有涨完 主要的一个原因 有两个评价模式 第一个评价模式的话 就是巴菲特指标 对 最近很多的分析都有提到 每股的巴菲特指标 其实已经来到了199.5 非常高 那200这个附近的一个位置 似乎就代表一定危险 其实历史上应该是这么说 200会不会马上跌 不一定 但是上次跌是200 你应该这么讲 但上次其实基本上在200 也撑了将近快一个多月 对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的话 超过120当然就是有风险 200就是疯了 对 所以巴菲特是说 其实基本上在玩火 巴菲特已经剩好多都现金了 对 但他剩现金的时间太长了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像他这样子 不然的话节目就不用看了 对 但是如果我们拿来 跟陆股相比 陆股的巴菲特指标才42.4 所以如果就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陆股其实是不贵的 对 不要因为他涨多了 就觉得他贵 第二个就本益比的角度 美国是一个有成长的市场 所以他现在的一个本益比 大概接近29到30倍 那你觉得陆股如果即便不成长 他现在的本益比是14倍 如果你是一个国际的资金 你是跟着MSCI 中国指数在做 或者是你是做A50的一个 这个相关的一个 这个ETF在玩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两个指标 你会不会过度的去追价美股 不会 你不会 但是你会不会觉得 你应该要布局入股 一定要 对 你加减要布局 对 所以上一波 包含在这个礼拜之前的入股 其实他大量的一个 这个上涨的时候 其实那是一个FOMO的情绪 对很多的人来讲 他不看好不看好 但是因为他被被迫 部位的一个逼 对 我一定得要有一点 而且甚至是空单的关系 所以他会有 但是这种情绪一涨完了之后 你看外资在上个礼拜 其实做了一件事情 他把美国的这个相关的基金 跟印度跟台湾都在减码 但是他其实是要回陆港股去 所以现在的这一波 因为你觉得发改 会没有提出很高的一个 这个超乎预期的一个想象 所以有很多FOMO情绪的人 在最后追高的人就去杀了 那杀完了之后的话 他还会有第二波 那这个第二波会创高 只是他的邪率 没有办法再像以前这么高 对 但是他会是一个慢 其实比慢牛要稍微好一点 他的邪率就是这样子上去 好 那再来的话 港跟路 你应该先选谁 因为还是要先选港 因为港的话相对能见度高 透明度高 而且他这一波 在路破底的时候 其实港是没有破的 所以外资真的 钱要回去的话 还是优先选香港 对 所以你下个礼拜的时候 因为我们在讲 下个礼拜的投资量点 你就必须要注意台积电的法说 会不会就是这个礼拜 已经经到了一个部分的时候 下个礼拜台积电就顿涨 不要说跌 然后再来路股已经休息过了 会不会再补去 好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来看 那如果以路股的一个角度 来去看的话 变成是说 各位可以去了解一下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我最近一直在观察 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 我们讲总金的部分 因为它是一个定锚的效率 好 那各位可以去发现 大家最关心的半导体的指数 跟十年期的殖利率 来去做对称的时候 你会发现大部分 其实都是反向 对 这个观念可以理解 对不对 好 那殖利率上的时候 大家会害怕 半导体的部分估值过高 就会被修正 好 那最近的 这个美债的殖利率 一直keep在4.0 4.0以上 这个就有点危险 因为你对于很多 没有成长的公司 它如果殖利率没有办法 配到4%以上的时候 其实它的本益比就要被修正 好 那如果以这样的一个氛围来看 下个礼拜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比如说在这个礼拜 有一档个股 突然之间盘中打跌停 maybe是它营收不好 或者是它预期过高 叫8996的高利 那这家公司是做 AI散热的CDU 跟乐拱的 这个乐拱的热水器 那你会发现 如果以上半年赚了3.28 那你以前可以涨到530 其实因为你的本益比 你的殖利率一直在往下掉 所以我会预期殖利率 掉到4%以下 所以537我敢追 可是你现在如果殖利率 keep在4%的时候 我会觉得你好贵 因为你拿10月4号的股价 去出于上半年的本益比 上半年的EPS 你会算出一个 叫119倍的半年本益比 我们不知道下半年会赚多少 所以你会觉得它好贵 而且你的营收有没有成长 那你如果没有价值 你就必须得成长 但是如果你用它的 这个营收的成长度 好像也没有那么高 所以就会变成是说它股价 你即便觉得它看起来好像跟537比起来 它已经变便宜了 但是这个地方还可以跌停 但是如果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概念 你去看 跟高利做一样的热拱热水机的 有一个热拱交换器 CD2的CO2 这个二氧化碳的热拱交换器的 叫3537的宝达 这个我们之前有介绍过 各位你去拿上半年度赚2.51 然后10月9号的上半年的本益比是25 这个叫119倍25倍 这个跟入股跟美股之间的套利关系是一样 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变便宜了 然后再来它营收是成长的 然后再加上它一个双底 再加上它一个对称的一个缺口 这个叫导撞反转 所以它最近突破压回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做资料的时候其实是在压回 这个就变成你可以开始去考虑的点 好那同样的一个道理 最近不是很夯那个光通讯吗 矽光子吗 对不对 那我们就把所有的股票做一个排序 那这样里面有22档个股 我们就来去调 第一个就是用刚刚的概念 就是半年本益笔来去做排序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用QOQ 就第三季现在已经公布9月营收了 我们拿第三季跟第二季笔 有成长的做排序 如果你没有价值 那你就必须得成长 这两个东西一定是配当 那最好是有价值又成长 那这个排序出来的结果 第一名都是心通 所以等一下我们再说 因为心通这样算起来 然后第二名的部分是谁呢 就是光胜 如果以价值的考虑来讲是光胜 就成长的角度来讲 光胜是第四名 所以这个地方第一名的我们就一定要讲 好那最近这个股票 变成很夯的一档个股 因为它在这个地方爆出来的量 是在外流通股本的118% 对那各位会觉得 118%是不是大股东全卖光了 其实没有 因为它是当冲 因为当冲高达80% 对好那接下来这个股票能不能追 我会建议大家就是第一个 因为我们长时间是在这一区一直在介绍 那这个股票的上去的方法 第一个三天之内不能出现长黑 出现长黑修正的时期 就358 13 21 要去整理久 如果没有出现长黑 在量缩的一个前提之下 它是过高之后的一个震荡合理 第三现在的时间是10月11号 你要去想 未来还有一个所谓的公司集团做账 那这家公司南逊集团里面有三家 一个叫心通 一个叫联光通 一个叫龙群 好那联光通之前出过是 后来被那个台钢集团 对不对 我们之前在节目上也介绍过就喷出 所以回头我们要去看 这个还有集团坐在的一个 这个你方畅霸我登场 所以这个东西都轮动 那再来光盛的一个部分 才刚突破了下降压力线 而且投信最近也开始回补 都可以留意 好那我们看到了这个是 下周呢到底你应该要怎么样 来看整体的盘式的变化 还有一些参考个股给你做参考 AI股如果复活的话 这些半导体的ETF 是不是通通有机会呢 我们要请永明哥帮我们来看看 最近前三季的表现 其实都还不错 对我想因为他们这里面 都有护国神山 所以这个世界其实很多 都是像潮汐的轮回 你看去年流行 所谓的这个高值利率 这个所谓高收益的 然后今年年初是市值型的 然后现在的话就开始 以台积电为主的主题型的 那这些个股排下去的话 我们应该怎么观察 首先我们来看 刚刚世中已经讲得很清楚 针对下个礼拜的一个 台积电法说的一个内容 那最近的话 当然估最高的是Alessia Alessia它估的目标价是一千六 但它并没有估什么时间 那它的 它没有说什么时间 对它没有 外资可以这样乱估 外资其实跟我们台湾 不是说什么时候 我真的觉得你叫外资的话 你很多事情都可以做 但是如果你是本土的人的话 你限制其实蛮多的 那再来的话 一千六它怎么说出来 它跟其他的几家 包含花旗凯旗都不太一样 因为它这里面说 我不是在focus你的尖端的制程 不是跟你拼什么二奈米 是因为我的先进封装的占比 对那二点五D三D这一块的话 我们念一个数字 就是说如果以明年 跟二零二三年相比的话 明年是二零二五 先进封装的全世界的一个成长 大概是十倍 然后后年的话是十五倍 那台积电的话 明年的先进封装的占比 大概是三点五倍到四倍 那我算了一下 因为它这边就在讲 那如果明年台积电 可以拿到了大概将近快 五十多亿到七十几亿的 一个封装产能 那如果这样算起来 占营收是二十% 这个就是倍增以上 对所以原则上的话 就是它认为 你今天在做的这一块 几乎是无敌手 不是因为你的先进 而是因为你的封装 这一块大家都要找你做 所以才是一千六 对所以它的一千六是这样的 而且基本上 别人失败就是我的快乐 对你三星这样子 别人都失败 对那所以资本支出的成长 半导体先进设备 还有另外一点 因为我们今年 大家都是在强调 伺服器跟制药中心 接下来的话就是Edge的部分 就是边缘的AI号 那这里面半导体 因为最近十月二十几号的时候 有几家的ETF 要准备配息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总共大概有六档的 这个半导体的ETF 我们应该要怎么选 第一个选半导体的ETF 很重要的一点 先看它的成分股 我的成分股如果是IC 它的含基量是不是这样 含基量一定要高 但是你说是不是越高的就越好 这是不一定 第二个部分的话 你必须看里面的成分股 要有先进封装的设备 这样子 第三的话 你的IC设计 你要放龙头 比如说是联发科 那你要不要去放细致 我的个人是觉得不应该 不一样方式 对 为什么呢 因为细致财的波动是很大 但是你有没有考虑到一点 你波动大 你赚得到资本利得 就是你ETF的资产 可是如果以细致财来讲 它的配息率都不高 或者是它基本上 它的殖利率都不高 所以它只会害你的波动大 对 它会把你的所有的 在配息这一块的部分 跟你的这个平衡掉 就稀释掉了 所以如果你是要选IC设计的话 你就必须要把联发科 或瑞玉之类的放进去 而不是以细致财 然后第三的话 就是你折溢价 你不要折溢价太高 第四个部分 你再来比较说 不是因为我年化殖利率高 我就去选 而是说我一个月 前三季 全年我都要来看 就是说这个行情 有经历过跌了4700点 然后到现在维持的时候 它整个平衡 所以出来的大概 像我们一般人都去看 那个最高的 因为大家一定是去年化殖利率 可是我就跟你讲 这个是朝三暮四跟朝四暮三 就是我的资本利得是这么多 可是我现在就马上就配给你 所以你当然很开心的去 在前一天卡位 然后去赚 可是你有没有去想过 它下一期 它这一期它配给你之后 它下一期不见得配得出来 对 所以大家冷静点 对 所以这件事情 其实是一个很全面的事情 就是玩ETF玩到现在 大家其实从坊间的书 或者是听节目已经听很多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大家也都是专家 那我们把这些因素 全部考虑进去之后 00892 00891 00927 这里面其实很漂亮的是这两个 就是891跟927 对 为什么呢 第一个殖利率大概是6.26 9.87 但是全年度 就是以一年的报酬率来讲 这个的话是48% 这个的话是38% 其实是比其他的要来的稳定 然后一个月跟三个月的话 大概都是维持在14到17% 对 所以我觉得好 再来就是规模 你看你有190亿 140亿的规模 你相对来讲是一个成立比较久 而且你这个地方的人数比较多 所以会比新成立 因为新成立还会有一个 平准金要累积的时间 所以ETF不是那种人多的地方 不要去 ETF是你要去人多的地方 因为你会有这么多的资本额 规模 一定代表你时间够久 时间够久就代表你有经历过多空 当你经历过多空 你还能够从死人堆里面站起来的人 那就厉害 你才是厉害 对 所以我们再去看很多老牌的电子公司 如果你是24开头 25开头的 或30开头的 对不对 你都觉得说我经历过很多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回头去看下面的一个三档 下面三档当然有一些因为成立规模时间很短 所以还不知道它的一个配息的情况 比如说00904 00913 00947 这三个里面基本上比较好的反而是00904 904 对 但是904有没有比刚刚那两档好 没有 只是说如果以这三档来讲的话 904算OK 因为前三季它是17 如果基本上不会跟人家差很多 但是它年化指率稍微差了一点 但是它年度的报酬又有46% 对 好 那还有一点我们刚刚来看 比如说台积电联发科 台积电占三成 对 所以这个部分就变成你会有一些想象空间 联发科台达电 所以台达电当然很好 但是我们说如果你要聚焦到以半导体为主的话 因为这个毕竟是电源供应器 对 你可能基本上你就是以制造或者设备 那因为你含这个会含联电 所以你那是成熟制成 你就感觉起来又没有那么优 而且你联电占了15% 所以我们再看刚刚上一页的一个部分 上一页的一个部分 我们刚刚没有讲到成分股 好 那上一页 比如说891跟927 一个是台积电跟联发科 台积电联发科 那这个是有力望 他买力望 对 所以这个就是我说的 就是IC设计里面会有分 比如说你是细制裁 比如说你是成熟制成的IC设计 或者是你是基本上像联发科 这种比较龙头地位的 所以我刚刚在前提里面 就是在讲说不要只观察殖利率 很多的成分股 溢价 报酬率 全部一起考量的时候 不要只想明天他要配给你 要想他未来还能再继续